好 我們接下來進行的單元是世界都在看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參加的來賓 然後是出張嘴的凱莉 嗨 然後是顏值跟內涵 一樣高我一樣低的德國自身汽車 周中翰 大家好 接下來是美少女張嘉玲 嘉玲在錄影了啦 還在玩電動 這位太太我是在幫各位觀眾做研究好嗎 我今天要介紹這款遊戲 就是在新冠肺炎最火紅的遊戲 它是任天堂的遊戲叫動物森友會 它現在非常的火爆 很紅我都沒聽過耶 你知道它多火紅嗎 它在發售前三天就已經賣出了188萬套 而且它還打敗之前的紀錄保持人寶可夢 有聽過寶可夢吧 我寶可夢有啦 這個遊戲這麼紅 你們兩位有沒有玩過 還沒 但我超想玩 聽說他下來的卡比口罩還要難買 很誇張 好耶 那你咧 我老公隔離終於結束了 玩老公來不及玩什麼電動 我告訴你 這款遊戲絕對比你老公還要好玩 你總之我老公還不好玩 總之我跟大家來介紹一下好了 這個動物森友會呢 它是一款社交的模擬遊戲 那簡單來講呢 就是玩家一開始的時候 他會先登入在一座無人島上面 然後就會重新開始他的新的生活 那如果大家有玩過就像模擬人生那種遊戲的話 基本上這兩個遊戲的那個概念是相同的 這個遊戲呢 基本上玩的就是人生啊 可是就是現實生活中人生是不夠累嗎 幹嘛還要在遊戲裡面再開個人生啊 我想是因為這一次這個新冠肺炎嘛 那大家不能外出嘛 所以乾脆到這個虛擬的遊戲世界無人島啊 逃離一下事實 那他也順便就要自我隔離 一句兩得啊 滿好的 沒錯 而且這個動物森 他的遊戲規則非常的有趣 他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前往一個無人島嘛 然後開始一個新的生活 但是呢 很快呢 就是因為大家要開始蓋房子 所以你就會欠一大筆聚合的房貸 所以玩家在後面呢 就要經過一連串的這個勞動工作 然後去還這個債務 玩遊戲還要背房貸啊 還沒玩遊戲還沒房貸 怎麼教小孩啊 遊戲歸遊戲 零高歸零高 其實這款動物森遊戲呢 它不會要求你這個償還的時間 它也不會要求你說你一天要還多少 那它也不會就是加你的利息啊 也不會自動扣款 基本上就是要還不還 就是隨便你就沒有關係 所以它是這個還錢目標 就是有跟沒有都一樣 所以沒有期限也沒有利息嗎 那有這麼好看的事情 可是我很好奇耶 所以剛說去無人島 可是又說是社交模擬 沒有人是怎樣社交 這問題問得很好 就你一開始玩的時候 就是每個人的島上會有兩隻動物 它就是你的鄰居 所以每個人遇到的鄰居都會不太一樣 那就是它的鄰居就是這樣整個 不能選 但有些會為了想要貓或是什麼東西 然後就重新在外面 對 但是它就是為了加強這個活動的 有一些生活感 所以它就給你一些動物的鄰居這樣 然後另外呢 我覺得我要特別介紹的是它的連線功能 因為像你可以 就是邀請你朋友來你的島嘛 最多可以八個人 那你朋友就可以坐飛機來的島玩 然後你也可以坐去他們那邊 就比如說看別人的家具 可是我朋友比八個多的時候怎麼辦 沒有 就一次整來八個 你不能一次招待那麼多人 你沒有這麼多朋友 不用想 對 其實是因為 隔離 隔離是八個人是差不多 但我覺得這時候我想要講一個 就很聰明的設計 是有一個水果的設計 就每個人的島上會有自己特定的水果 但是如果你想要就是別人不一樣的水果的話 你可以再去別人的島上跟它交換 這樣就順便做一個交流 那水果都有了 交流完 然後呢 對啊 然後呢 要幹嘛 可以尊重一下這個遊戲嘛 就如果你們有玩過一些遊戲的話 就是很多遊戲它們的收集這個要素 都是可有可無 所以導致說玩家它其實沒有什麼動力 去把每一個東西收集完成 因為你頂多就是收集完成之後 大家就覺得 哇 你很厲害 它就全部收集到 可是動森那個遊戲呢 它會把你全部收集的地方全部展示出來 例如說你今天可能收集到魚啊 昆蟲化石 然後就可以展示出來之後 就有一個箱子 箱子然後把它展示出來 而且它有一個最特別的功能 就是它的博物館的功能 博物館真的很漂亮耶 就是你收集到 例如說一些 就是一些 博物館就去博物館看就好了 沒有 它把博物館做得很精緻 例如說你收集到一些蝴蝶啊 然後一些就是海參籽 海參的動物嘛 你就可以把它捲到博物館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進到博物館裡面 就看到你收集的蝴蝶在飛 然後海參植物還有在游動啊 然後一些蝴蝶的化石 所以它裡面有破關的概念嗎 不然我怎麼知道我的目標在哪裡 要玩到什麼時候 你人生目標不高嗎 你們真的好奇怪 沒有 我跟你說 其實這個動神這個遊戲 它不是像我們一般想的那個遊戲一樣 就是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要去突破 它不是那種給你一條道路 然後你就要按著那個道路去前進 它其實還滿有趣的是 它不會特別去強調說 你一定要破關 或者是你一定要通關 它就是 就算我剛剛有講嘛 就算你今天沒有還那個房貸 你還是可以繼續蓋房子或是幹嘛 然後就算你今天沒有破關 你還是可以繼續玩 所以它是一個這樣子 就是一個很free 很chill的遊戲 好啦 其實我之前有看到 在網路上大家會分享說 自己在上面什麼 弄了什麼場景還是人設之類的 就像剛剛凱莉講的 這款遊戲的自由度非常的高 然後像它身上的衣服 都是你可以自己做的 然後你的家前面的場景 都是你可以自己shadow的 然後像很多人就會發揮它的創意 然後PK上 這是真的網友的嗎 對 就真的啊 這是我這樣喔 這不是我們做的 網友的 接下來要播的 都不是我們做的 網路上找的 對 網路上找的 它就是會把自己的 就是例如說你想要 你想要捍衛什麼訴求啊 你也可以體現在你的 這也不是我們做的 它也可以體現在你的動身上面 欸 導播這應該 導播這應該很播出 金牌好 這個是昨天跟扇子一起做的 就大家如果有玩 欸 好可愛喔 對 如果大家有玩動物甚至有的話 你們可以到上面去找我們 三清培的懷疑漫遊 欸 我等一下我有問題 那這是表示說 如果有人去我頭上戴一坨大便 喔 也是有啊 欸 可不可以拍一些自拍照放上去這樣 可以 因為像現在因為疫情期間 然後大家都不能群聚嘛 所以像日本就有繪師 他們都直接在上面開畫展 然後他就直接用收門票的方式 然後一次就是八個人 然後他還可以 就用裡面的錢然後拿來收門票 我覺得你也可以收門票 叫大家去看你的自拍照 或是大便在他頭上 對 或是大便在他頭上 可以收歸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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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你 就沒有這種機會這樣子 欸 可是我覺得他這個 就是他這個 我覺得跟人生很像嘛 那是不是說在真實人生裡面 很有效率的人 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他也會很有效率 其實這個遊戲呢 我的問題是說 我可以叫佳玲在裡面的 裡面的佳玲 考子寫快一點嗎 我覺得應該是很難 現實生活中 我是怎麼樣 裡面就差不多 OK 所以還是一樣這樣子 OK 好吧 我想今天 今天我們這個遊戲 非常謝謝佳玲 來介紹我們這個遊戲 真的非常的有趣 然後這個新冠病毒 在全球範圍裡面是快速的蔓延嘛 所以讓許多國家的人 都不得不隔離在家 所以大家對這個美好生活的場景 就被大大的激發了 所以大家對於今天 佳玲介紹這個動物森友會這款遊戲 你有什麼想法嗎 你有沒有在玩呢 如果有玩的話 趕快來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這個經驗喔 來跟我們留言告訴我們 你玩的這感想如何好嗎